嗨 晚上好 晚上好呀 大家 哪有好久不见 我上次直播过了很久了吗 你们在干嘛呀 怎么这个点开 这个点不挺好吗 阳间时间 因为在下雨有点冷天气 所以穿了外套 在上班啊 哇 这个点确实有点晚了 准备吃饭了 饭也吃得挺晚呀 这玩意准备干嘛 没干嘛 刚刚其实是拍了个东西 对 上次洗 谢谢一个荧光海鸭 住眼拍在咋样呢 挺不错的 反正一会晚点还要再去拍练呢 感觉 今天好好看 今天妆都随便画的 怎么就好好看 这是一个蹦迪 今天化妆是拍东西嘛 拍东西 东西拍完了 所以就播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去拍练 哎 本来刚刚是想拍点抖音的 但是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抖音可以拍 谢谢一个蹦迪 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抖音可以拍 最近好像 衣服好看 这不就随便的一件黑漆漆随便的一件黑色外套吗 真的是 真能夸你们 化妆 哎 我很好奇 就是B站上直播完游戏的话 就是它可以看到游戏界面也可以看到我人 那是不是要两个设备呀 那这就麻烦 那还 一个设备 那你怎么又可能看见我又能看见 我怎么让你们看见我 然后又 谢谢九九英功棒 又怎么那个啥呢 用电脑但是我们玩的不是手机吗 我们玩的不是那个啥吗 那太麻烦了 算了 那还不如直接那样子 之后再 手机脱屏 好复杂呀 我也觉得好复杂 而且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 我也不是那么 我没有电脑 我只有一个iPad和手机 我也不是那么喜欢玩游戏了 谢谢一个蹦迪 B站播游戏 口袋拍自己 那我用什么玩游戏呢 笑喜 谢谢一个银光海 好快呀 是啊 因为浅播一会儿嘛 跟大家聊会儿天 之后要去排练 排练 然后再自己练会儿舞 自己练会儿舞 再跳会儿刘根红差不多了 嗯 才跳两天哪有那么快出马甲线 我倒求之不得呢 我倒希望我跳一天我就出马甲线了 一劳永逸 笑死我真的开心上天好吗 跳两天就有了我真的是 快乐上天 今天哪儿真的那么事 今天很一般 今天真的很一般 求你们不要夸了 今天也是平平无期 的一天呢 刘根红对减肥有效吗 其实之前我们不是总是会刷到 什么瘦小臂 瘦肚子瘦腿的那种局部动作啊 但好像是 有专家说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专家还是咋的专家 有专家说 减肥 就是你单练什么瘦手臂 瘦肚子瘦腿的是没有用的 就减肥一定是要一整体 一整个减它才会瘦下来 嗯 就是没办法 没办法 跳舞蛮减肥的 是啊 但我们现在跳舞的机会也不多 以前的话 基本上每周一次两次就全场下来 确实还挺那个啥的 我觉得刘根红确实蛮不错的 就是你前面你跟着跳二十几分钟 你没有什么感觉 对 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很 也没有很喘 我反正就是也没有很喘 它就是汗出的挺多的 而且刘根红好像说是对于塑形很好 之前不是每天都在练我 对啊 但还是不一样吧 有氧的挺好的 刘根红强度确实不大 但是说对塑形很好 反正我确实也不用特意去很 就再减肥嘛 但是塑形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 我就不会做龙泉 因为龙泉它全都是呼呼呼呼 这样子如果核心 核心控制不好的话 到时候就是还有肌肉啊 就肩部这里 控制不好的话到时候这个斜方肌也会越来越大 我好不容易 打针把它搞下去 我到时候越练又给我练回去了 我得气死 我不当肌肉小子 不是说做肌肉小子 就塑形啊 像手手臂的线条和腰的线条挺好看 因为我不是说了吗 我体脂比较高 所以看上去就肉肉的 对所以我就想要减脂 我就是想要减脂 减脂很重要 刘老师比较伤膝盖 是 所以他像那个就是蹲的动作特别多的那种 我就不会做 因为膝盖确实也挺难受的 今天播到几点 今天播到几点 谢谢一个皇冠 谢谢 播到几点看吧 我也不知道我会播到几点 看我的心情 也不是看我的心情 看大家了 大家想想 那个啥的时候 其实像 如果有大家想要跟着练的话 龙泉我觉得可以 本草肛木 还有什么女神操 我觉得就够了 本草 龙泉真的 就如果到时候核心掌握不了很伤膝盖的 就是膝盖 谢谢一个秋天的奶茶 那个膝盖特别难受 像我自己都控制不了 所以大家平时 也不要觉得 看上去不累的样子 一定还是要 要那个啥 我也是不多在阳间时 但是我看大家的作息也没有很阳间 感觉大家平时睡的也挺 也挺挺阴间的 晚上排练吗 对做完一定要拉伸 拉伸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你的肌肉它就会 它就会卡在一起 就整个肌肉都是 硬的一定要把它拉开了 这样子肌肉才可好看 明天是一个助演 对其他的应该就是扛扛游击啥的 给coco助演 coco节目好像也在挺前面的 啥时候有公演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今天练过了还没练呢 扛几个游击也就只有一个游击 筋膜刀可太难受了 不过也有筋膜枪 明天估计也播吧 明天估计也播 嗯 我们这几天好像都得早起做 练着做核酸 哎呀我们我今天早上真的是很难受啊 我们每天早上八点要起来做抗原 做完抗原之后 我今天刚做完抗原睡觉 才睡一会儿就又听见姐姐叫我了 我还以为我出现幻听了 结果就是说做核酸 没有哦 说我们前几天这里有 有发现那个什么 说有发现 所以我们这边突然一下子就 又比较的 严重了 而且好像也 哎呀也挺 挺不容易的 是送药的 送药的叮当小哥 和一个京东的小哥 谢谢一个宁关海 谢谢一个宝迪 嗯 反正我现在已经 人就是 习惯了 哎 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推荐你们 看一个剧 我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点开看的 前几天其实是小羊在看 然后我听他讲一下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今天中午吃完饭的时候 今天下午吃完饭的时候 就点开了一个 谢谢一个宝迪 是那个什么 嗯 那个什么 叫什么名字来着 不是重生之门 是 超时空大玩家 超时空大玩家 这个很好看 它是喜剧 我们有多久没出门了 从三月二十几号开始到现在吧 不是电影 是国产的 对是国产的 在某旗艺 那个电视剧 真的是搞笑的那种 而且 题材很有意思 是快两个月了 甚至渐渐的都习以为常这样的日子了 哎呀 好烦呀 如果这两个月 是在剧场里面的话就好了 雨晴被封的那段时间 那好惨 这 这 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物料 哎 天呐 上海八月以前的舞台都没有p 其实我觉得算算 现在这样子就挺好的 对啊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焦虑的原因吧 像之前的话 每周至少是有公演 可以保证 保证自己的一些曝光度 也会让大家有新鲜感 每周就是有MCA啊什么去补 但现在 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公演 但是就是对于之前来说还是太少了 还是太少了 特别是你看我这段时间 又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 就不去搞点什么东西 我就难受 好想看我跳舞 快的跳舞倒是很多 有 我自己不是也在扒一个舞吗 那个舞真的好难呀 虽然就一分多钟 寒舞的话没事让我们大舞也在搞 等明天那个什么solo公演一结束 应该 再等个两三天就要开拍了吧 应该 但是我觉得 偶像 当然我自己研究了 他人设 不是说人设 就是他身边的一切 很重要 就是相比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直播 但是在公演上 MC里面大家看到了 我会更加鲜活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就是没办法让自己更加的饱满 但是能够通过跟 MC上跟大家的 就是互动 然后让你整个人的就是性格 什么什么形象 更加的深入人心 我跟你说 我了解了很多 我了解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是吧 而且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 我以前就是追星的时候 我喜欢的更多的是在团体中的那个人 就是会觉得他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的那个他很 很不错 但后来他自己单单出来之后就不喜欢了 也会不喜欢就不关注了 对 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说大家看着一群人在一起 然后每个少年人 少女们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啊 然后对于不同事物 每个人性格的不同反应 就是那种群像真的很吸引人 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我脑袋里想法挺多的 但我真的懒 我真的懒 然后我自己告诉我自己不能懒 但是又 就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感觉 其实有想整国策划了 自己自己制定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要找到最合适的不能随便搞 啥时候整个欢的剧本上也是啊 你们确实很久没有这种整活活动了 感觉其实今天就可以啊 今天好多人都有空吧 等晚上排练结束之后 感觉时间还是大把的挺多 我们到时候问一下吧 对 只是像一些注眼啥的倒霉啥 那些主要的 明天过后应该会空闲一段日子吧 可以搞一下 我明天没有卫生啊 没有摇闪没摇到我 就是没有 哎呀难顶啊 搞啥呢 其实我当时真的想的就是 抓人跳跳跟红 但是我怕没有人跟我 我怕没有人跟我跳 你们为什么喜欢这样子 你们就是喜欢看小偶像们流汗吗 谢谢一个蹦迪 我跟你说最多 我能抓人但是最多拨半小时 最多半小时 而且抓着抓着后面肯定没人愿意来 是吧我也觉得是太累了 就是 就是这个 真的很好笑 感觉这个不像是一种整活 就像是在体罚 直播玩游戏 小马有话讲 欢迎大家来到小马直播间 我是你们的亲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小马 剧本杀有意思 是啊 剧本杀 但剧本杀真的很费时间 直播玩游戏会不会骂打的不好的 笨 还好了 我脾气很好的 我不会骂人的 真的不会骂人 分手厨房吗 没有玩 没有玩过分手厨房 玩过那个搬家的那个小游戏 之前本来说要玩分手厨房的 分手厨房 但后来没有 对 胡闹搬家 那个好玩 神之肉 对啊 我们之前玩了 哎 天呐 挺累的 塞尔达我知道 那是好闻的 好玩的本子还挺多的 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放手厨房是用来吵架的 啊 那完了 那完了 我性格暴躁啊 哦 我我性格温婉 温婉 而温婉 安静 就是说 比较的内敛 是一个内心很安静的小女孩 嗯 温文尔雅 文之冰冰 就是说人家平时讲话都很斯文的 对啊 嗯 才不会做很多很粗粗的事情 屏幕前的你鼻子变长了点 你瞎说 你 你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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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谢谢一个秋天的奶茶 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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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你们总逗我笑 烦死了 真的很烦 谢谢一个荧光海 谢谢 嗯 不喜欢吗 好呀 那我今天晚上就都这么讲话 你的月亮 我的心 今天晚上 玲玲 帮助大家敞开自己的心 你们有什么疑难杂志 疑难 疑难杂症 可以在屏幕上说出来 让玲玲 治愈你的心 我去治愈别人 别人不需要被我治愈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我也不知道 变不出来了 笑死 笑死 笑死了啦 谢谢一个荧光海 谢谢一个荧光海哦 谢谢你 没有进错啊 这里是 玲玲的直播间没错呀 为什么 这脸卖一样 我去看一下李珊吧 很久没见了 我的老铁 李珊 恩宝 干嘛把脸捂着 听到我吗 珊 珊 OK OK 李珊 那个 美珊 美珊 好像真的有延迟 怎么回事 咳 嘿 美珊 是我卡了还是他卡了 好吧 拜拜 美珊 没缘分 没缘 拜拜 啊我 不 这种话不能乱讲 谁说的 零零才没有很糊好吗 真无疑死了啦 真无疑死了呢 真无疑死了呢 他他他是不是自己直播也很卡呀 那算了那不跟他讲话了 看一下我们田姐在干嘛 收回我们田姐 田田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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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田姐姐为什么声音这么小 田田姐姐你麦克风没开 田田姐姐你脸我 听得到田田姐姐声音好小哦 啊那怎么办啊 哦现在声音大起来了 你怎么了呀 你 那么甜 你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很甜呀 因为你 像一颗糖果 像一颗糖果 你看到你 你看到你就忍不住 甜起来了呢 怎么回事啊 好甜呀 看到你 不想吃 因为你是一颗糖果 那快来吃掉我吧 姐姐来吃 姐姐来吃糖 快要融化了呀 田田姐姐什么在一起玩游戏呀 什么时候都可以呀 那好 今天晚上我来找你一起玩游戏 哈你来我房间找我一起玩游戏呀 来呀 来 好像都给你整个害羞了 没有害羞啊 懒得见姐姐这样子没话讲 没有 是他们害羞 他们在说我们说怪话 哪快了 他们 自己呢 就是脑袋里 是他们的怪 嗯 就是我们多清新脱俗啊 姐姐 不然在哪里玩游戏啊 对呀 不然在哪里玩 在你的心里玩游戏 可以啊 可以在我的心上写字 好 可以 我喜欢 姐姐今天也很漂亮呢 姐姐的今天的美貌也在线 连天上的月亮都因为你 而下起了雨 他不好意思出来 你哪学的呢 线编的 牛吧 就是 功力见长呀 喜欢吗 喜欢的话可以天天都对你说 喜欢就好 拜拜姐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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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捣不住了 拜拜 天姐在我笑的 我现在咋的没咋 就挺正常嘛 谢谢个蹦迪 其实我刚刚看见的那个什么好敬意对象送的啥 你是来给我瞎马威的吗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恭喜你 恭喜你震慑震慑住我的 震慑住我的 吓得我赶紧 赶紧挂掉 吓得我赶紧挂掉 哪有几个姐姐 一共都没有几个姐姐在直播 还有coco姐姐 神小爱也在啊 他怎么也来了 没有神小爱 哪有神小爱 让我缓一缓好吧 让我缓一缓 连个不常连的 还好吧 我这里就只有几个人 缓一缓缓一缓 很吓人的 很吓人的 都给我整个不好意思的 最近这种东西也不是说 刚刚是谁赢了 我们没有PK啊 是吧 现编的好有天赋 为什么 刚刚就是 就是因为今天天不是下雨嘛 没有月亮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 总是用月 月 月亮形 什么你就是我的月亮 什么 那不是 就是抖音上啊 我半夜 总是刷到很多 那种文案啊 什么 那不是他的月亮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月光 就是很多很多 这样子的词 就感觉 月亮 刚好像下雨嘛 月亮又不在 不是深夜一末 太四 就是一些很非主流 什么 他看了一眼就知道 那不是他的月光 什么 他看了一眼就知道 那不是他的月亮 发现就是这种词 哎呀 半夜非主流 然后再配很多自拍那种 我以前不是抖音 总是很很少发文案嘛 一般是哈哈哈哈 来啦 哈哈 整活一下 就这种 我发现就这样子的话 点赞很少 所以我现在每次发抖音 发微博 我都会去搜很多 非主流文案 什么搞笑文案 什么朋友圈文案 什么抖音文案 去搜索 去搜索 很多 发现就是有些 抖音 当然也不是说 他们拍的不咋地 就是说 就是不咋地 但是他们配的那个 文案很好 人家点赞量就很多 谢谢一个梦迪 带闺蜜姐妹文案容易火 真的假的 你不要骗我 我自己想不出来文案 我文案真的都是去网上抄的 谢谢一个阴光海 抖音好多文案 对啊 抖音好多文案呢 哎呀最近抖音傻伙呀 都不知道拍什么 谁给我发微信 我看一下 好吧是我爹 我真的服了呀 我真的服了呀 我爸拍的又是什么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我总说 我爸非常喜欢摄影 哇我妈 他拍的我妈发群里面 我妈看了得气死的程度 没有 我爸拍了一张我的妈妈 但是他用了一种极其特殊的 摄影方式 然后拍摄出来了 这么一个形象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但就是说 不是艺术 就是说有点吓人 给我妈的脸打干嘛 就是这么一大张黑的 然后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妈在这中间 就是说 我也不懂啊 我也不 懂 就是说 他怎么拍摄出来的 真的只能说是艺术吧 好了 我就替我爸爸回复一下是艺术吧 我看他一会怎么回复 他肯定会上天 他以为我在夸他 而且一定要戴这个 他也不会觉得我阴阳怪气 我发了是艺术 我发了是艺术 一会看我爸给我发啥吧 刚刚在聊什么来着 我突然吓忘记了 不过他们 他们已经很久不看我直播了 他们连我口袋都不知道 太好了 以前他们 我爸爸他就是 不甘落后啊 他就是非要证明他 能够玩的 玩的转现在年轻人的世界 他就是什么微博 什么抖音 什么口袋 都搞得特别特别好 然后后来咱们口袋不是下架了吗 他们两个搞不来 他们就问我 哎这个 他们没有更新 就点不进来 他就问我 那个口袋怎么没法下架 我说对就是这样子 不让你们用 他说这样子呀 我说对 他们俩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 因为现在好像下的很麻烦的 谢谢一个荧光海 而且我偶尔就直播的时候 总是口出狂言 口袋也是 我也怕他们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 所以现在挺好的 以前他们两个 谢谢一个荧光海 以前他们两个就是活跃于我的超话里面 后来我给他俩拉黑了 哎哟 希望他们能 离我的生活 也不是离我的生活远 离我的偶像生活远一点 我真的三Q了 就是我的各种舞台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以前 的舞台可能就是双人舞台比较多 然后大多数都是 比较那个什么的 就都是那种的 你们也知道是吧 我妈她会 从我超话里面分享到朋友圈里面去 我不是很懂 我不是很懂 之前就是我跟段弦跳的那个战剧 我妈妈她也给分享到朋友圈了 我真的很想说妈妈 不要什么都往朋友圈发好吗 我真的三Q啊 我真的三Q 其实不瞎你们说 我们当时不是去巡演了两场吗 一场重庆一场成都 成都那场我妈和我爸就在下面 谢谢一个荧光海 我妈我爸当时就在现场 就是成都的那场巡演 没拍只拍吗 没有 说实话 我出道这么多年 我爸妈就只看过这么一次线下 对 就只看过这么一次线下 平时都没有 平时就之前都完全没有去剧场看过现场 在北京的时候 在 在 上海的时候同样都没有 哎 好想爸爸妈妈来看环境啊 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一定要在趁我还是二号位的时候 然后让我爸爸妈妈来趟上海 让他们看一场 幻境 然后再带爸爸妈妈去迪士尼玩 我真的很想和爸爸妈妈去迪士尼玩 虽然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 哎呀 老大不小的人了 去这种去这种地方多 不好意思 但他们真的来的话 会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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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的 爸爸妈妈会喜欢其他成员 会啊 他们还挺了解的 不过每次因为我爸爸他的 他工作原因 他是医生嘛 他不太好 不太好 那个请假 而且平时也总是加班啥呢 就很少有那种 假期 但我妈妈都还好 谢谢一个荧光海 就挺想 他们到时候能有空来上海 都来上海 他们有推吗 当然推我 我可是我爸爸妈妈心中的 first one 肯定永远在他们心里就是No.1 其他人都看我妈妈比较喜欢小羊吧 我爸爸的话好像喜欢段旋 忘了 基本上每次就是 特殊公演每次节目都看嘛 然后妈妈就会发一段 一长穿什么 哎呀 赵天阳真的表现力很好 跳舞好好呀 你跟他 妈妈说 哎呀这个早天阳跳舞 你拼死 跟着他多瘦 这就巴拉巴拉巴拉 怎么这么说 这样子 就有时候他们看了也会说 哎呀他谁谁谁谁表现的很好啊 平时就是多个人家交流交流 学习学习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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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就挺好的 对呀 我爸爸妈妈是事业粉 而且有时候我可能下意识讲MC的时候 会会驼背嘛 我妈就总说 你每次讲话的时候 你背能不能打直 挺好的 我爸还没有回复我耶 他是看不懂吗 我给我爸回了是艺术啊 他没回我消息 对吧 我其实觉得我已经 我已经觉得我不是很驼背了耶 因为我 有那个意识 我有在努力的去 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 AMC上我还是 但是有时候下意识 会有点对吧 就拿着麦嘛很放松 人就 就会比较驼 那要再 看来要再多那个啥一点 有时候跟大家讲话 跟大家讲话 一直搁那坐着 比较 就是一直站着很放松 聊着聊着就卸卸卸卸卸卸了 对啊 因为我个子那么高 站中间的话 就有点那个啥 其实为什么总是容易驼背啊 练那个hip hop 你们知道吧 hip hop它就是有很多 我觉得我驼的最严重的还不是现在 一巴掌直接扇上去的那种 但是像现在会好很多 我意识到的时候 就会好很多 可能那会个子不太高 虽不明显吧 但现在就要比以前好 好一点 不过我觉得我现在 也没有很 没有特别特别特别拖了 对吧 就是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就是在 刚在练习 晚上好呀 刚在练习一些 一些律动 就会控制保自己平时的体态 我现在每天晚上也都在做那个啥 我现在知道怎么练 让自己没有那个啥 我觉得 其实我的肩 它有时候还是不是很平 它有点就是 我肩它是溜肩 是很溜 我觉得我的肩很溜 然后 然后他们说练肩的时候 要成肩 就是 谢谢秋天奶茶 要先往后面旋 然后就是肩一定是要往下的 然后每天做那个 这样子 我浅做了三天 我感觉还挺挺有效的 不是自律 而是真的 外貌焦虑很严重的 外貌焦虑很严重的 其实我们 当然也不算外貌焦虑吧 就是会 想要力求完美 想要 想要 perfect 就是想要尽量让自己做到 很好的那种 喜欢扎小便还是现在发型 我喜欢方便一点的发型 扎小便说实话也不是很方便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个光头 谢谢一个夜碟 好了我妈回复了 我妈骂了我爸 说又偷拍他 因为我爸拍照拍的真的很丑 他拍照拍的真的很丑 我回家的时候我在房 你们也知道吗 过年在家里面肯定就是非常的不修蝙蝠 对吧 头发也没洗很油 然后瘫在那玩手机 我爸这时候就拿着他买的相机 咔嚓咔嚓 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我每次气的我就是 把被子盖在脑袋上 在家里面都恨不得戴墨尖戴口罩 然后我们有空的话也会出去 就是去周边的地方旅游嘛 我们上次去大熊猫 你们肯定也看了我拍的vlog 我爸真的很喜欢拍我 他真的非常喜欢拍我 然后又在网上学了很多 像平时手机 正着拿不是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他非要在网上学 就是这样倒着拍 就这样子镜头在下面 就这样倒着拍你人 然后拍出来之后 又转开说看我拍的多好 人的脸都变形了 你很生气 说我怎么可能长这样 然后爸说 你就长这样啊 是人更生气了 真的很生气 就是我们 我们之前不是在广园那边吗 后来因为离家太远了 就是又重新回了成都这边 然后我妈又重新就是去 考了一家医院 他前好像三个月 三月三月份的时候 就刚转正 然后就是拍了一张 就是照片嘛 要挂在那个医院门口的那种照片 然后我妈就发过来说 帮爸爸修一下图片吧 然后我妈说什么 把法令文修一下 后来我就帮他修 我就帮我爸爸修了一下 发令文还有发际线 就往前面屁了一点 看上去真的瞬间年轻了很多 然后我妈就说 这个有点太年轻了 说稍微修但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太夸张 有点是真 然后就又重新浅修了 浅修了一下 浅修了一下 而且我说我爸不是欧式大双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去拍照的时候 就是一个 大小眼不明白 不明白 哎呀好像清理了内存都没了 可惜了 谢谢一个荧光海 谢谢 太年轻了病人不服 确实是啊 看上去没有什么那个啥 像我爸的 但是我爸没有表情 我爸看上去挺靠谱的 说实话 很靠谱 怎么不夹了 夹着好累 谢谢一个蹦迪 夹子已经太累了 为什么都说今天晚上帅 请平时没什么感觉吗 平时没感觉吗 没剪 还是那个上次剪的 过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吧 好快啊 现在已经5月了 5月中了 哎 我感觉我才过完年 但是你仔细想再过半年又要过年了朋友们 再过半年就又要过过年了 再过半年就又要过年了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我过了20岁以后 我觉得每年的日子都过得很快 就是我十几岁以前的人生 我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快过 但是只要20一过就21222324 很吓人 对这是你全班最喜欢的小马 今年和2020年哪年觉得快 怎么说呢 毕竟今年才过半年 2020年 不算快吧 2020年经历的事情还挺多的 不敢想 是吧是吧为什么呢 我看网上好多人都说从16岁之后 就觉得自己人生被停止在了16岁 就永远16岁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呀 好奇怪呀 难道16岁是一个分界领分界线 其实我谢谢一个球员奶昌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 很懂事 我人生里面没有过叛逆期 就是小时候可能家长让 学习不好好学习 然后说话顶嘴这种 我没有过 反而 可能现在长大的 偶尔会有 现在长大的会 跟我爸顶嘴 在当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 气得我想跳车 我真的很神奇 家里人很支持嘛 一半支持一半不支持 有时候支持有时候不支持 谢谢一个巧克力 反正当时在 在报考方面跟爸爸有一点点的想法 那个啥 你知道吗 我当时刚考完试啊 因为我不是不在 没有在我们本地的地方念的高中 是去的另外一个县城 然后开车 考完试要开车回我 我们家自己家嘛 就在那个路上 跟我爸突然起了争执 我当时就坐在那个车后面 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非常想 在高速上啊 我真的非常想 那一瞬间 我真的想把这门一推开 我能滚出去算了 就是说就此了结 真的记忆犹新 有时候我是一个很偏激的人 在一部分方面 那会儿也就是18岁吧 是 我那会儿真的 有时候我的一些想法真的很冲动 但现在还好 对 当时是非常的生气的 但现在不会了 我现在不会跟我爸吵架了 因为 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了 我也不求他理解我的想法 就是我理解他的想法就够 他每次说什么 我听着就行就 好 然后我该怎么做 还是就怎么做 对 别竟像 像家人嘛 他们也上了年龄在那儿 他们有自己的经历 和他们的一些处事方法 他肯定是想要为我好的 对 但是我肯定也有自己的打算 对吧 所以我就是 他讲什么我听着就行了 该怎么做 还是 该怎么做 还是我自己 去做 谢谢一个美款 到底应该听谁 当然听你自己的 就是 怎么说呢 那种决定啊 那种 你想要做 哎 不是说完全听自己的决定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确实是很少 在有些方面的时候 拿不定主意可以听取家人的 意见 但主要还是要按照你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来 嗯 这个很 这个 这个非常的 重要 所以我现在回家 就是我爸特别喜欢 年轻 我爸就非常喜欢讲 他每次看我往沙发上一坐 他就端着他的茶杯 试探性的往那一摊 喝一口茶 说 哎 我跟你说嘛 最近 最近年 怎能死 就开始讲最近几年的经济市场 最近几年的各种 各种各种东西 我就说嗯 就是就是 嗯 对 然后我爸又说他就是 多么不 多么不容易 我说嗯 就是就是 然后又在讲说你现在还小 可能不明白这社会上的风险 我说嗯 明白的 就是会讲很多 我以前会跟他掰扯掰扯 但是我现在不会 我就坐在旁边听就好了 我爸在饭桌上不怎么不怎么讲 一般都是下的饭桌会讲 啊 吃饭就吵架 其实不用 像 大人们喜欢唠唠就听他们讲吧 讲完你就嗯 嗯 说的对 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对就是 这样子讲就和和其其 大家也都开心 对啊就一直啊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就是 然后 一定千万不要不耐烦 千万不要不耐烦 就是很正常的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就嗯 对 对 千万不要啊对对对 嗯对你说的对就是就是 千万不能这样的千万不能这样的 嗯 爸妈不理解你觉得你说的不就怎么办 怎么说呢 没办法就是说你可能会理解他们他们有时候确实没办法理解到你 因为 嗯 大人有时候想法 就是 没办法去改变的就尽量吧 不要跟他们起正面冲突 我觉得 嗯 嗯 真的不要和爸爸妈妈争这些东西 我之前 还偷摸的发了一条紧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就是说 讨厌自己为师的大人们 对 其实我自己现在也是个大人 嗯 我知道 小王他讲四川话是因为 他爱他没跟你们说吗 如果是他的企划的话 我觉得 就 就等他自己说了再说吧 他反正就跟我说从今天开始 当然就今天他要讲四川话 他 没讲的话那我就不讲了 我刚刚说啥都忘了 对就是跟爸爸妈妈讲话这些 反正我以前是那种啊 非要跟他们争个 争个 争个你死我活的那种 就是我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我的说法是对的 谢谢一个影光榜 我爸爸没回我微信 随便的不管他 我以前就是跟他们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 谢谢一个秋天奶茶 就是会拼命的想让别人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的这种人 但现在我就是不会去强求别人了 嗯 没有 不会打牌 他们好像很久都不打牌了 除了过年的时候跟家里人打牌 平时就他们两个自己玩 平时出去露营啊 就他自己买个帐篷买个吊床 偶尔去一些小公园里面 就是晒太阳怎么搞 小时候乖的像机器人被父母怀有问题 你说你吗 怎么说 比起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都不一样啊对吧 虽然说就是 百分之八十的小孩可能比较调皮捣蛋啊 家人让干什么就唱反调 但确实是有那些很乖的孩子啊对吧 就是说从小到大懂事的让人 心疼 诶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抖音最近上很火啊 诺依你们知道吗 他好可爱啊 就是爸爸去哪 真的就是有从小到大很乖的那种小孩子 什么都会做 就是很懂事 我在抖音上也总刷见一个斗主啊 他是一个90后的妈妈 他生了一个儿子好像儿子两岁三岁了 就每天早上睡醒了 自己起来冲奶喝 对啊 自己起来冲奶喝 然后还自己刷牙 特别特别怪 所以蛮神奇的 元宝应该是教那个孩子吧 对吧 所以 不过 那么听话 家里人觉得是机器人 爸爸妈妈能有这样子的脑回路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怎么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机器人呢 我小时候乖不乖 我小时候很乖 谢谢一个荧光海 我小时候特别乖 也没有到特别乖 就是 比较粘人吧 那会儿我记得很清楚啊 我们家 我们家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开了一个药店 对 有时候 因为平时一般都是爸爸在守着嘛 就是在在守着 然后中午的时候要午休 午休的时候就妈妈 妈妈去 帮忙看一下店等我爸爸睡醒了 然后 就在接班这样子 我就非要跟着我妈妈一起 但是我妈妈又不想让我下去 那时候就跟妈妈起了争执 我妈就是一把把我往屋里推 然后再把那个门关上 结果我肯定 我妈没想到我速度那么快 因为她已经把我推很远了 她就是想要迅速关门 结果我一个箭冲过去 就把我自己嘴唇给磕破了 其实现在 我嘴上好像都还有一道印记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的嘴看上去很肿 我其实我自己的五官我都特别喜欢 唯一一点不好 我就觉得我的嘴很肿很肥 我也觉得可能是小时候磕的吧 看上去很肿 对啊你们不觉得我的嘴很肿吗 就是很厚 下嘴唇又怎样 但是我撞的是上嘴唇 特别是我吃完 我之前不是也有时候会吃东西直播吗 吃着吃的时候就就是吃的比较辣 他也会稍微有点肿 就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 摘西红柿都会把鼻子砸出血啊 应该是你个子特别矮 然后妈妈在这边摘 然后你在妈妈的胳膊肘下面 就是这样子一把给怼上了吧 小五又给我写了个故事 我刚刚看见了 他现在发了弹幕吗 还是没有没有发 他发了吗 发的话我现在立马去拜读一下 没有啊 没有啊 刚刚大幕上说 小五又又写了又写了一篇文 那应该还没有 那估计还在构思吧 瞎说的啊 这样子啊 好容易被判 对啊 我其实就是那种 我就是那种别人说什么我都会相信的 嗯 不要被你们骗 嗯 以前 但以前是老实 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老老实了 我现在 我现在还是很聪明的好吗 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笨了 哎呀 聪聪她怎么 哦再我问一下姐姐什么时候排练 聪聪姐姐今天什么时候排练 什么时候排 聪聪姐姐自己忘记了吗 没有啊 你为什么突然对我撒娇 有吗 对啊 你一上来叫我聪聪姐姐天呐 这也太乖了 那平时叫少女聪 给我拿了一个水罐来 不是就叫我聪聪 哈哈哈哈 可可可 可可姐姐 我太喜欢别人听别人叫我姐姐 尤其是小马 是吗 可可姐姐 可可姐姐 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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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整个大满足 嗯 十点之后吧 好 那不是还有事情吗 要等 可以的 那一会儿见啊 可可姐姐 好的 小马 宝贝 可可姐姐今天的美貌也非常的在线呢 哈哈哈 哦好开心 你是咋了 因为你今天太好看了 就是说老天爷都被你 就为什么今天下雨 因为你的太漂亮了 就是老天爷都哭泣 好看的哭泣 所以你今天甜度有点爆表啊 你今天 是吗 我了蜜吗 没有 是因为 是是真心的 是因为看到看到看到姐姐 所以才会想到这些话 看到就平时都想不起来这些话的 我是这样子的人吗 我希望你以后每次看到我都这样对我讲话 哈哈哈 好的 可可姐姐 那你一会儿排练见了 这样啊 拜拜 姐姐拜拜 拜拜 什么叫一个梗 什么叫一个梗 用全场 不一样的好吗 一个是月亮 一个是 哭泣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不一样的 谢谢秋天奶茶 下一个还有什么姐姐 可以啊 我看我的工友也在 一会儿再去找她落坑吧 她不是网不好吗 还有姐姐吗 有啊 不是挺多姐姐的吗 平时嘴道不甜 黄仁如在就好了 想打人 想怼她 帮帮两圈 对啊 其实 我这个年龄在我们队还是算小的呀 是吧 后面也就只有 你看小卢 王秋如 小慧 宁科 好像也没谁了 还有谁啊 被传对不起 小卑不是早出坑了吗 我看他朋友圈 跟冯思佳甜甜蜜蜜蜜蜜甜甜 对啊 小蜂比我大一个月 宁科 宁科不知道啊 我看他官方消息是零零年 他到底几几年的呀 随便了 不重要了 哦 是吗 但是我我看 他官方消息上是零零年五月 我还一直以为他比我小呢 那他比我大呀 差不多了 对他刚过完生日 冯思佳是姐姐他98年的嘛 挺好的从小 这歌听得我好想哭啊 为什么 很温情 你们不觉得这歌很温情吗 可以看我哭吗 不行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在讲 就是姐姐姐 哎呀 感觉从小从不管在哪总会有人照顾我这种感觉 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就是以前就不管在哪里都会有有很多人照顾我爱我 是吧 就很多人有时候 虽然这么说自己确实有点那个啥 就是很多人可能总是说我很单纯呀 或者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好像一直都被身边的人保护的特别好 所以他们就是会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些想法 但其实有时候太过于单纯不是件好事 太过于单纯有时候就是一种蠢的 就是就是蠢 所以有时候就是成长一些 挺好的 谢谢玫瑰花 其实我真的觉得像我做偶像这么多年以来 都近两年可能才找到 才找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相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晚了很多年 我觉得 这首歌吗 这首歌叫 Rabi 周深唱的 对呀 人都是 但是 谢谢一个圈的奶茶 但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比较 比较慢 相对于很多人 谢谢玫瑰花 谢谢玫瑰花 嗯 这位老师总是无语 是省略耗金啦 谢谢一个巧克力 省略耗金 对我也很喜欢现在的我自己 谢谢一个圈的奶茶 这里的时间太短 没必要改变自己 不 你会觉得时间很短吗 不短 谢谢一个美国花 你看从我的16岁 17岁 18岁 19岁 20岁 21岁 22岁 就这么六年 你会觉得这时间短吗 看似可能只是占了我 人生中 相对于说比较 比较短的一些时间啊 但其实 反而是最精彩 最绚烂 最 最 最有热情的 最有热情的一段时间 是吧 对 对于人生来说是很短的 不过我并不觉得那个啥 谢谢一个巧克力 但是我并不觉得 就是 觉得 哎呀 好像这段时间没有去做其他额外的事情 就一直在为了这件事情怎么样 觉得可惜 但是我并不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对啊 我觉得有这样一段时间 很好 说不定以后我气老八十了我 上B站上看啊 什么不眠之夜 手眼 幻境手眼 会觉得 很幸福 是吧很有年代感 所以我还挺感谢现在这个时代的 就是 信息 迅速发展的一个时代 就能留下很多东西 谢谢个蹦迪 就像是谢谢99个巧克力 就像是现在我觉得就透过网络啊 你们通过 一些 视频来 喜欢我 来了解我 来了解我 来爱我 我都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 非常神奇一个东西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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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思佳 挺牛的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不是一样怪气啊 小马是不是脸圆了一点 没有 哪儿圆了 也没瘦啊 也没瘦啊 还是 每天称还是就是44点几 有时候44.3 有时候44.5 反正上不上下不下的 今天的传考后 谢谢99个名花 口红运出去了吗 不是吧 怎么回事 把死了 人家就是小说里面的 都是什么薄薄的嘴唇 然后抿成一条线的时候 可以看见什么 绷紧的下个线 这种东西在我身上是从从来没有的 只能看见我绷紧了的双下巴 不过我确实很久没有双下巴 你看我这么努力都没有 那是霸总的描写 那是霸总的描写 我不能做霸总吗 直播角度低的时候会有 还好吧 主要是我很容易肿 我是那种非常容易水肿的体质 对 就有时候刚睡醒起来真的整个人肿的不行 嗨 嗨 嗨 不 种种的不好看 种种的就是脸 种种脸圆圆的 然后眼睛就很小 以后就是马种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马种 人才啊 你还会经常种吗 对啊 偶尔会种 但是公演前肯定都是会努力去消种的 我以前完全不在意 就说 种了我也好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哪儿自信啊 就是 上公演啊 不不涂睫毛膏 不涂眼线 不画眉毛 就是上完一个粉底 然后眼影瞎瞎瞎涂几下 然后塞纹也不涂 阴影也不涂 然后口红浅涂一点吧 然后上台灯光一打 就是一张大白脸 就各个物观 就是真的就是小的可怜啥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哪来的自信 就是觉得我上台没死你们了 然后现在的话真的就是什么眉毛 鼻影啊 侧影 然后腮红 各种都要搞 谢谢个秋天奶茶 那时候我们不是坐在那嘛 你就是要 准备上台了 这时候换衣服的阿姨 着急忙回来 小马你为什么还没有化妆 我说阿姨 我已经化完妆了 但现在就不会了 那现在就不会了 现在妆感 就是妆容的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对吧 说来也神奇 我这妆容也不是说我看了很多美妆博主 学会的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 开窍了 就是有一天自己在化妆的时候 这个眼影突然他就这么化了 我也觉得应该是慢慢的琢磨出来的 但现在我也就只会这么一种化法了 也没有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妆容变化 对 挑战一下别的 那种什么欧美妆不行 不适合我 为什么喜欢素颜直播呀 过两天吧 今天带妆播明天也带妆播 然后 我这个人真的有强迫症 我这个人真的有强迫症 我 发微博我会卡着 时间来数 就是觉得我 诶好像该发了 然后像直播的时候也是 我会看好像三四天 我这个人已经没有播过 我好像该该播了 我会有这样子的 我会有这样子的那个 就是 就是在这方面上会有一点的 那个什么 对 就是会看一下 我是不是很久没有怎么怎么样了 是不是该怎么怎么样了 就像有时候公屏翻牌也是 就是那个公屏上嘛 有时候会觉得 是不是很久没出来跟大家互动了 要不要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下 这样子 嗯 嗯 对 其实是挺好的 就是慢慢的会去养成一些习惯吧 嗯 不想就是 不想让大家 喜欢我的时候觉得太过于无聊 或者是 没有事情干 也就是不想让大家永远在 等待的一个环境里面吧 这样子 怎么说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吧 就是我以前可能会比较于去说 就人家也总会说 哎 你看看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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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办法 有些人他生来就是这样子 那是他 刻在他DNA里面的他的天赋 我觉得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 那个什么样 人家能够做得很好 那确实是人家的一些 长处 确实是没办法 去 虽然说情能补着 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天赋 我觉得 对 我知道不是模仿是启发 但是 真的就是只能说每个人的那个点不一样吧 嗯 对 我也觉得就是说 当然我知道你说提议是好的嘛 就说啊 比如说你可以多多去看看谁啊 微微对自己有影响 我当然是能理解的 我只是说可能这个是每个人的一些 嗯 每个人的一些东西 对就是属于他自己的 魅力 还好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天赋 我之前其实也说过 我直播的时候就是很怕没话讲 所以有时候都会 就是就是怕盯住 怕尴尬住 没有啊 其实也会焦虑的吧 就是怕自己不够有趣 不够不够吸引人 哎 其实这又是一种沉重的话题了 就是说 沈丽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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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又来了 不用不用 哎这首歌其实我挺喜欢的 放吧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 没有办法去避免一些东西 谢谢一个荧光海 就是喜欢你的人好像 不管你怎么样 人家都会喜欢你 不喜欢你的人好像你再怎么努力 人家也不会喜欢你 其实有一个很伤的事情啊 就是努力这个问题 就是之前和赵天 聊到过 他就直接说 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呀 你看你觉得努力有用吗 当时就 挺难受的 就是每次 就是聊到很多 东西的时候 他每次都会说自己 因为我有时候很难受的时候 会去找他聊天嘛 李慧也会找他聊天 我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烦恶 他每次都会说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看有用吗 虽然他是以非常平淡的话说出 这样子 但挺 对 是有用的 就是说 很多东西 就是 是没办法去控制的 比如 就唯一能做好的 就是做好你自己该做的 这样子 对呀 我之前 也是一种比较 就是别人可能之前 有很多粉丝会召集我吗 说哎你去看看谁吧 你去看看谁吧 你要不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时候我就是非常努力的就是想要去 尽量的就是说去 模仿也不是模仿就是 去多看去多了解那段时间 过的特别不是很开心 然后 也很难受 所以后来渐渐的才 才才这样子的 谢谢一个皇冠 怎么说呢 就像 我并不是说我自己不愿意去做出改变 而是 要找到自己适合的 才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我适合什么样子的我去我就去做 当然就是有可能觉得我会适合的 然后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样子 嗯 但是就是不要强求 嗯 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我好怕刚刚提到这个话题的朋友自责 我只是就是我发散性思维 我的头 我觉得我大脑就是很神奇嘛 他总是会发散很多东西 有时候看到一个话题 就会发散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当然知道人家可能只是说 就随便提了一下 就觉得说 哎呀就是 是为我好的并不是别的意思 只是我自己 脑袋里面 看到然后可能突然就是会想很多发散了一些其他的想法 对 对对对 然后就只是突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想聊一下嘛 哎 哎 其实说实话我也挺想 知道 哎 这个 又是一种感觉好像不太能讲的话题 但是已经聊到了 我就是还挺想知道的 就大家 一般出坑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从 以前的时候 渐渐的就 会有说 就是说我 留不住人 就是有这个意思 所以我还挺想了解一下的 嗯 以前我会很纠结于这方面 我会觉得啊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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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大家大多数的原因我都能明白 我都能明白 我以前是会很纠结于这方面的 甚至就是会去想很多 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 那段时间确实没有什么事业心也不会表达 然后 也很少跟大家沟通 确实 就是在六年之间有那么一个期间我觉得自己是做的非常不好的 对 然后渐渐的可能后来我就是多去了解了一下 有一段时间我会非常的 我是会非常的怀疑自我 我会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 所以 所以就是 不会让别人喜欢我很久 这样子 爸爸 哎呀 我了 气死我了 呀 这个王 我刚刚讲到哪里卡的 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有缘千里一线千 本来就是一种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能够被看到给喜欢 可能他当时喜欢我的原因就是非常简单的 那他最后不喜欢的理由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不要再多去 纠结很多点 反正我后来是这么跟自己 跟自己说的 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 很 很快 很更新换代的东西 确实是你可以去看半年前在我口袋留言的一些ID 然后在半年后就是会发现 不能说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 55吧 都会变的 所以我渐渐的就觉得确实这种东西怎么说呢 嗯 努力把自己 就是 能做到的做到最好就是真诚的对待自己的 就是喜欢自己的每个粉丝我觉得就够了 嗯 对对对对对 我以前会很纠结 我以前会很纠结 但是现在我不会纠结了 我不会再去纠结怎么怎么样 嗯 其实就是一个 正常的流动现象是很 是很正常 就是如果说突然有一天啊 就是大幅度降粉 那肯定 就是大幅度大幅度大面积的刨粉 那肯定是不正常的现象 但是像这样子正常的更迭什么的 是很正常 就是有人过来喜欢我一段时间 然后走了 然后当然之后也会有另一批人就是来 来来来喜欢我 嗯 怎么觉得还有点有点子感动呢 就是什么会有人替我来爱你 还挺感动的真的 也不是啦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 之前我会想很多现在就不会了 现在就不会了 因为我觉得追星本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 对啊 如果大家都能就是彼此很开心的走过一段时间 就已经足够了 就是能够互相的陪伴彼此一段时间 然后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对啊 你们能给我带来感动 然后我同时也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开心 就足够了 就不要再去想很多啊 你看你是不是能陪我很久 怎么怎么样 巴拉巴拉这样子的事情 对啊世界上人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相遇就是缘 为什么是T啊 不是T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稍微给润摆了一下 对 对就是是交替的这个意思 谢谢一个夜铁 就是不管怎么样来来回回 会有人爱我的 当然你们也不要想着 哎会有人会去喜欢玛丽 那我就不要喜欢了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多一个人喜欢我不好吗 是吧 什么 哪个T 你们又在说什么 哎呀我感觉一晚上下来 我跟个经分一样 真的 就是说背喜交加 但是我觉得偶尔跟大家聊聊天 挺好的 就是多去讲一下 嗯 想要就是多跟大家 多跟大家 一些沟通交流 哎呀你们真的是就知道 你找姐姐找姐姐 你们到底是在看我直播的 还是看我找姐姐的 不语了 烦死了 看我夹子音啊 夹子音错过了 可以请来一下吧 真的是 我看一下有秒啊 看一下我们我的工友 他往会不会也跟李嘉一样差呀 八百年没见了 我为什么听到听不到你说话呀 听 现在呢 听不到你说话 啊 你再说一下 再呢 可以吧 对不起是我没有开声音 吓我 我说怎么可能最近越来越帅了呀小子 你小子越来越帅了 就是怎么说呢 通了快递之后就没有很多新的衣服啊 然后又现在又开始买了 买了很多 买了 对啊 乖巧 我就是要查一下他们看买新衣服 买新衣服 就是刚在开箱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新衣服穿了 我就笑死了 所以我就只能替你们开一下箱了 我最近就是 看了你就是很多嘛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进步好多 啊你说那个直拍是吧 对对对你那天 朋友圈发给我看了下 你就是像 就跳舞很有呼吸感 然后 就是像发力点都很好 非常期待你回来之后的曼陀罗 我天呐 我的天呐我的工友给我就施加压力了 我的工友 我当时还不是还给你点个赞吗 我真的觉得你进步好多好羡慕 而且我看你发的腹肌 我跟你讲我现在 回来让我摸摸 我现在全是肌肉 我现在就是一整个我这就全是肌肉 好爽啊 你怎么回事 你有点过来 我好喜欢 我喜欢鸡肉 你身上也有鸡肉啊 我没有 我是软的 我现在 我现在每天都在跳流更红 就是为了到时候回来 咱们W W 芭比金刚一起跳的曼陀罗 可以 我现在非常期待我们要回去之后的曼陀罗 叫死 长了肌肉的玫瑰花 但是咱俩露不出来 咱俩要回去把衣服变成短袖的 我也觉得可以改一下 变成无袖的背心 看公布背心是吗 无袖的背心 然后两个人 一人一个眼镜 一人一个镜框那种 好像两个变成还没跳舞 好像怎么样啊 你们最近 挺好的 偶尔 虽然就是不能出门嘛 但是偶尔还是有公演啥的 倒是你们感觉就一直 现在好很多了吧 但现在我们就是 只能线上就是云 云这些东西 里面也是云录制 就是也是 但也挺好的 我想回去跳云公演呢 但是我跟你讲 我已经 把公演差不多给忘干净了 差不多的 我们就是前几天也云公演了一次呢 怎么样 还可以 因为对着镜子跳的倒不至于很惨 惨不忍睹 但是之后要再跳的话 肯定要全部重新再抠一下 反正我回去就相当于重新学公演了 没事 很快的 大家一起 对 真好想念你们 你现在 你现在真的就是浑身都是肌肉 看了一下 我真的觉得好好看 好好看啊 肌肉现场 我 我跟你讲 我们就是不需要跟就是特意练什么 就是因为每天这样跳 每天这样跳 对啊 太好 绝了 刚好你这小身板 你体质也不是很好 我觉得除了腰你可以练练 到时候就体质会好一点 你要怎么样 现在 但其实我还行 主要就是腰受不太了 就是 稍微跳一跳就还是会疼 我觉得是因为 还没好 就是还没好彻底 对 其实这种本来是要靠养的 多养了之后 它才会那个 你 因为跳舞每天都在跳 所以都在都在消耗它 所以还挺难的 对啊 就是没有时间嘛 就只能等这个节目录制完了之后 但是你们现在在隔离这14天 没事干的话 其实也可以好好养一下 不 这个 有工作是吧 不是 就是你 对 就是这期间是有工作的 但是那个养不是那种 就是你得先治完了 再养 但我现在是这种 空养着也不行 嗯 哎 反正 就是人家 医生你知道吗 医生 二三月份的时候就跟我说说 你 扎完针之后 你必须要静养一个月 就是这个永远不能大动 就是尽量是躺着 不可能啊 我 我一勾那个时候就是前一天扎了针 第二天就上舞台 这根本就不现实 没关系 反正就等这个结束之后咱们再好好养 嗯 所以你们一定在保护好养 不要像 哎我们现在天天都躺着躺废了 躺焦虑了 躺焦虑了 实在人真的是 对 那你们都是大家一起跳舞吗 对啊 就有在想吗 我都在想要不要天天直播跳得更红了 可以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 然后太累了 扫不住扫不住 解封之后大家都是肌肉女 金刚八饼 挺好的 刚好解封出去之后就是夏天 真的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过夏天了 上海最近在下雨有点冷 嗯 还是就穿短袖吗 穿短袖啊 这两天下雨比较冷而已 前几天还是穿短袖 不要担心 嗯 那可 嗯 那就是等咱们回去之后 就是 见面好好吃一顿 没有问题 拜拜 鸡肉小子 大木说的鸡肉小子 拜拜 OK 你也是拜拜 回去见 对着尤秒现在这样子 我叫不出 叫不出姐姐 他长头发的时候吧 他现在这样子 叫嘎嘎 对 叫嘎嘎 叫嘎嘎嘎 不觉得他现在挺帅的吗 叫嘎嘎 叫嘎嘎嘎 笑死 感觉今天 讲了好久话呀 我觉得 很开心对 你看这 它聊得也太突然了 突然吗 那 拜拜 开玩笑了 开玩笑啦 对 10点排练 但不急 直播睡觉不行 不行 我睡相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我睡相 谢谢一个荧光海 我的睡相很词意外 你知道吗 我睡觉不闹腾 我睡觉就是我躺着被子 我喜欢 就被子盖着这 然后手这样子搭着 让他们说是小婴儿睡姿 你们不这么睡觉吗 反正我就喜欢 就是把手这样子 这样举起来睡会舒服 我没办法放到被子里 就感觉很不舒服 有什么好想看的 就被子盖在这儿 然后人就是这样子 抓着被子 手举起来 是吧 是吧 这样睡觉很舒服 我觉得 我有时候也是会举到脑袋上 没有举过头顶 有时候会举过头顶吧 然后我腿的话 我有时候会翘二郎腿 有时候会 就夏天比较热的时候 会翘二郎腿 对啊 不累 因为也就是睡着睡着 可能突然就翘起来了 也就一会儿 偶尔就是 是我自己睡觉 睡到睡着睡着 有意识的时候 但平时一般不怎么样 被子不会压着门 就是所以我说 是比较热的时候嘛 像现在 这样的天气就不会 我睡眠真的很浅 晚上好呀 展示一下 翘二郎腿 就是躺在床上翘啊 这个要怎么展示啊 真的是 顺便这要不好吗 不是 主动是最近 这两天吧 就是要早 早上总要起来做抗原嘛 做核酸胺啥的 就可能刚好睡了一会儿 就又要起 这样子 就会有点那个什么 就是你睡醒了 又被寒 寒起来 你再去 又要去睡 这样子就很 很 很难入睡 然后入睡之后 也不是特别好 趴着睡啊 趴着睡 会压着心脏 一般都是在绳子上睡 你是神仙姐姐吗 对我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 一觉睡到大天亮的感觉 每天都会醒 也不是怕别人叫起来 就是被叫醒的那瞬间挺不好受的 因为可能刚睡没几个小时 就叫你起来了 就挺难受的 就心脏被抓住了一下 那种感觉 对啊 我也想睡早一点 但都是三点四点 我才困嘛 其他时候不困 谢谢巧克力 零工棒 我很想早睡的 我很想十点 十一点就躺床睡的 想调整的 但主要在中心 可能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 做嘛就习惯了这样的作息 平时 之前每周有公演的时候 我都不会这么晚睡 都是一两点就睡了 我是怎么从老年作息 变成现在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我以前真的好 好规律一个人啊 现在 衣服破洞了 where 哪儿 但是我袜子破了一个洞 算了 不给你们看 什么都给你们看 就没有 就没有生命感了 算了 不给你们看 但还好 它就是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 那个缝隙破了一个洞 它并不是指头穿出去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袜子还能穿 对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袜子 莫名其妙有个洞 说出来也没有生命感 这看的跟说出来还是有区别的 哼 没关系啦 换一双 都穿了一天了 等一会跳完舞再换 没有耗子 没有耗子 中心哪来的耗子 莫德 莫德 谁又发微信啦 我约我爸回我微信了 那么多猫 我之前 就是你们知道 有种虫虫吗 它 它没有脑袋 它长得像甲壳虫 但是 就是它灰粉灰粉的 长得又灰又粉的 然后没有脑袋 然后有 就是在很潮湿的地方 它会出现 不是臭皮虫 它会在很潮湿 阴暗的地方出现 就一般夏天 就一般夏天 你去搬一块石头的时候 下面就有很多这种虫虫 潮虫 对 好像就是我那天 你们叫西瓜虫啊 鼠腹 好像是叫鼠腹 它 它学名好像是叫鼠腹 我去年 就是也是 去年四五月份 我还没来呢 反正就是 我什么时候住在这呢 反正就是 一个潮湿的季节 我那天 去洗澡 路过门缝 就发现了 那个鼠腹 我去年四月住这了 我来这 我住多久了 反正就是去年四月份 的时候 对 我就是厕所 就看见它潮湿了 它就在地上爬 我吓死了 我就马上买了 那个杀虫剂 就是在厕所 旁边 就是厕所门 那一圈 挤了一圈 然后从去年 到今年 一只虫虫都没有 一只虫虫都没有出现 下水到我也挤很多 我真的很害怕虫虫 长得丑的虫虫 四川那边虫虫多 好多虫虫 我跟你说 我初三那年上晚自习 哇塞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写作业 我耳朵里面突然进了一只虫 我当时真的是 我快疯了 它就是在我耳朵里面爬的那种感觉非常明显 我快吓死了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科普 说你要拿电筒照 它就会飞出来 但是好像没有用 它可能死在里面了吧 回家之后我爸爸就往里面滴了生理眼水 就倒出来 后来每天晚上我上晚自习 每天晚上上晚自习 我都是拿 拿一坨纸 把耳朵堵住 我真的很害怕 因为四川本来就是大山环绕 我当时在的那个地方就是青川嘛 它本来也是一个就是风景特别好的地方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啊 我走小区门口 看见了一只松鼠 但是它可能不小心偷吃了那个 就是耗子药 它就躺在了小区门口 我当时说好大一只耗子 但是我看颜色又不像 就是好到这个地步 而且 而且就是那边真的很多虫 一到夏天全是虫 就是出去逛街的时候 那河边上飞的全是那种小虫虫 蟑螂我也怕呀 蟑螂太丑了 主要它很脏 蜘蛛我倒不害怕 我不害怕蜘蛛 但是它是那种花色很 很吓人的花色 我就会害怕 我觉得蟑螂是最害怕的 蜘蛛倒行 有好看的虫虫吗 甲壳虫 金龟子 对啊 我可以打蟑螂 但是我害怕 但是我可以打 我怕会飞的 之前 但是我在上海这里住这么久 我也没有看到过蟑螂 就一次都没看到过 对啊 真的会飞 我有一次在我家里面洗澡 它就飞过来了 我太吓人了 我人都简直那一瞬间想上天 你们知道吗 太吓人了 就我正在洗洗洗 搓搓搓 突然就看见那边 我这蟑螂飞过来 我当时人真的好吓人啊 我当时真的人的魂都没了 就是一个 就这种程度 估计蟑螂也吓死了 蟑螂也 蟑螂长翅膀的 它灰灰 很吓人 对 我之前 夏天就是 四川那边睡蚊帐的比较多嘛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爸 他们打麻将要打很晚 当时我就说去朋友家睡 我说行那我回家拿被子 拿睡衣吧 拿被子 然后回到我房间 我就发现我那个蚊帐上 爬了两只 蟑螂 然后我就突然想象到 半夜我睡着的时候 这两只蟑螂是不是也从我的脚上爬了过去 因为还有麻将席 就是还有就夏天会睡麻将席嘛 就是冰冰凉凉的 我当时就发现我文章上有两只蟑螂 我真的吓死了 我一回想到我平时晚上一躺在上面 他们就出来的那个模样 我真就是说起鸡皮疙瘩 对啊 凉席 他们说 就是 说你打死了一只蟑螂 会出现更多的蟑螂 说为什么 就像你家里边出去了一个人 过了一天都没回来 你们难道不会出去找吗 笑死了 对啊 说人家蟑螂也是一家人 要是他家爸爸突然出去了 他家 老包想 为什么 他出去一天还没回来 然后一架子都出去找 猫也抓蟑螂啊 这个都害怕 这个多可爱 这个好像也不是很可爱的样子 虫子没有这个脑子 它们没有这个脑子 那看来就只是一个故事 这不可爱吗 这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啊 就是家里有人走丢了 然后全家人一起出去找他呀 笑死 你们怎么都被这省内耗了 Coco他还没有叫我啦 不用着急 我肯定不会耽误排练的 放心 像什么排练彩排 我永远冲第一个 好吧 对 谢谢一个衣光海 不要聊虫虫了吧 Darling 谢谢一个蹦迪 我今天看那个 看朋友圈 我觉得他前几天房间不是进了一只麻雀吗 他养了一天 放走之后 今天又来了一只麻雀 好神奇啊 以前我们就是学校也会总有麻雀飞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边就是 四方人喜欢腌泡菜嘛 就是很古老的一句话 说什么 女孩子手摸了麻雀就泡不出来好吃的泡菜了 反正当时他们就说女孩 你们那边没有吗 反正我们家有 就是说 女孩子手摸的麻雀就泡不出来好吃的泡菜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会泡了 但我们那会儿学校里面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因为四川本来就山很多嘛 我们小学当时就是建在山旁边的 夏天那个窗户一打开 就是有很多鸟飞进来 然后那些小朋友们就是会去抓鸟 你是四川人 你为什么不喜欢吃 四川泡菜好好吃 麻雀烤着好吃 我养过动物嘛 我养过乌龟 养过馋 还有一个养了半天的小黑狗 那个馋是以前学校门口卖的 我毛钱一包里面有好几个 我那会儿真的可努力在养了 是馋 馋宝宝 那个白色的小东西 馋 馋 馋宝宝宝 好的馋宝宝 对它长大会变成鹅子 但是我都没有把它喂到变成鹅子 它就是从那个球球里面孵化出来之后 我每天都去给它采桑叶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有很多桑树 夏天我们就还会去爬上桑树去摘那个桑树 但是42号还得起桑喷 我们就会去摘那个桑树 我那会儿还每天把那个桑叶给它洗了 给它擦干的给它吃 它本来是有三有四五条嘛 我放我养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盖起来的 戳了一个小洞 然后我有一天早上起来 就是里面没有尸体啊 就是全没了 我也不知道爬哪里去了 对摸了手去黑 但是吃完之后牙和舌头也去黑 我养大成虫子 它当时都长得 就是 反正 很大了 已经很大了 它没有什么去黑 就是吃了桑树会去黑 因为它有那个色素嘛 叶青素 是叫叶青素吧 什么素我也不知道 反正桑树的那个汁水是紫色的嘛 所以吃了手和牙舌头都会变黑 有剪吗 还没有剪剪呢 谢谢一个荧光 嗨 它当时还没有很大 它就是有点灰白灰白的 还在褪皮 谢谢一个蹦迪 就还是在褪皮的时候 蚂蚱 我不选蚂蚱 我讨厌这种弹起来 跳起来的东西 我们叫 我们四双花喊的是 早叶叶 是叫这个是叫这个名字吧 因为它会跳 好像是这么喊的 蜻蜓能捉蜻蜓呢 蜻蜓还好吧 我们不捉蜻蜓 我很久没讲四双花了嘛 我小时候 还有夏天 哇夏天那个赖隔宝很多 蜻蜓蜓就是 不是青蛙 蛤嘛 绝了 就是我们吃完饭 晚上夏天 一般都会去消食嘛 就是围着河边逛 都是一些土路 夏天的时候 我们穿的也都是凉鞋 可漂亮了 就是可美了 那会儿我跟爸爸妈妈 就是一起去逛 逛田野 突然就是一只蛤蟆 跳到了我的鞋上 你感觉这辈子忘不记 忘不了 就是黏黏的 软软的 我小时候也捉过蝌蚪 长出腿之后 就可以扔出去了 真的很吓人 只要他就是 嗯 我也怕 就是 那个抖音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女孩子 叫王妮奥 是叫这个名字吧 他就是养了很多 奇奇怪怪的小动物 他养了一只小丑蛙 你们知道吗 那个小丑蛙 他给那个小丑蛙 取名叫什么来着 大脸吧 对大脸吧 对啊 那个大脸吧 我昨天刷到他了 我看他终于上手 摸了 那个大脸吧 好好笑 吃汤的水满流 雨也停了 为什么突然 这个 天野的心 一刀出是泥丘 你怎么改词了 不知道呀 那个朋友 打了这个词 我就唱出来了 我就喜欢捉泥丘 抓泥丘 这首歌听过呀 这首歌不是童谣吗 这首小时候总唱呀 我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埋了好多光碟呢 有猫和老鼠的光碟 但是那会是英文版的 我不喜欢看英文版 我喜欢看四川话方言版 然后后来我们家里还有什么 唐诗三百首 什么儿歌一百首 什么童话故事 什么格林童话一堆 我家里面特别特别多的那种光碟 对 每次放假的时候 就会去播放这些光碟看 四川方言版的好看 特别好看 对呀 有四川方言版的 然后蜡笔小新 我从小看的也是四川方言版的 嗯 缝赤赤赤加了脸 嗯 那比小新也是 那比小新也有啊 特别高兴 对四川话其实挺好懂的 除了一个别的一些词 其他的倒还好啦 嗯 嗯 嗯 我小时候 不是有那个嘛 我不知道看的是不是倒版 还是不是倒版 他讲的是格林童话啊 但是就是里面的公主呢 些许长得有些 敷衍 可能因为他那个动画 做的很敷衍 我每次都被里面的 被里面的 就是 坏人给吓到 之前有个童话故事 你们肯定也知道 就是有一对 兄妹 然后在他舅舅家里面 怎么样 就每天要干活 给他们很少吃的 他们嘴 他们就是 怎么样去到森林之后 发现了一座全是糖果做成的 做成的房子 让他们在里面敞开吃 然后什么 他们怕什么忘记回家的路 然后在路上撒面包 但是面包被 被被小动物们吃了 他们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哎 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对 我当时看的时候 快吓死了 第一次听了 变成猪了吗 也没有变成猪吧 我忘了最后 这两兄妹变成啥了 反正 当时 就是里面有很多 特效很吓人 对 应该是糖果物 对 就是那个女巫 那个女巫出来的时候 我快吓死了 第一次听小红了 这歌好悲伤 他们就把牛烧死了 虎姑婆我没有耶 我们再播 四分钟吧 韩塞尔和 葛雷哥 这名字好照口 明天晚上应该也播吧 今晚这直播好长 对呀 好长 无敌破坏王里面的小女孩 我知道 无敌破坏王 但我没看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不是有一个片段 在抖音上很火吗 就是公主们把她围在一起 问她 问她怎么怎么样 她说 yes 什么就是你 you are princess 就是那个片段 不是很火吗 那个是二啊 对那个是二 小马宝丽 知道 小马宝丽 就是有很多彩色的小马 我小时候 看的都 还好 你最近熬夜看呀 就是可能说 对于小学生来说 有点幼稚 但是对大学生来说 刚刚好 笑死 修马蹄我也喜欢看 还有修牛蹄 修牛蹄我也喜欢 最近不是很悔一个梗吗 什么云南 云南攀 云南攀出 但什么鬼 云南怒江的 我想录 我说 我是四川嘞 四川奸养 奸养 韩 奸养什么 就是那个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太土了 土吗 那得把词写好 不会把自己家庭地址暴露了 就是要 但得先把词写好 那个真的太好笑了 看吧 反正我昨天刷到的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四川的超手 是不是混沌 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就是皮很薄 里面包着一点馅 但它们包法不一样的 混沌 反正超手是四边形的 然后我就看那些阿姨手贼快 这样 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么折 一下就折好了 超手反正跟那个混沌不一样 有些地方的超手皮很厚 但是我从小吃的超手皮特别薄 馄饨和超手皮我不会包 馄饨超手云吞有啥区别 就皮薄厚的区别和包法的区别 其实大体上就是一个面皮皮里面包着一些肉嘛 为什么叫超手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奇 我也不知道也 我上次饺子确实 确实 那个啥 挺神奇的 我包的不好 但它居然都没漏 蛮神奇的 晚上好啊 这位朋友 不过你来的不是时候 我要走了 拜拜 拜拜 没露馅就好了 没有露馅 明天见 拜拜 哎呀跑迪飞快 哎呀叫下声话 晚安 哎呀呀呀呀呀 拜拜